Hello,大家好,我是坐在日本大阪的苏苏 今天想跟大家聊一下我是怎么样花两万人民币 定居日本的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 我来日本我感觉其实还是有很多错综复杂的事情交织在一起 我从小就是典型的文科生 国语跟英文是我学的最好的两门学科 我们那个时候考大学都比较流行 选什么小语种,比如说德语,俄罗斯语这些 当时我就想着要么我就选一下德语 以后就出来做这种小语种的就业就算了 但是后来我家里人就觉得如果说你选一个语言 你就没有什么技能 当时我就是家里人都不太看好这种语言类的学科 他们还是希望我能够学一项技能 最后呢,报考学科的时候上面就有一个专业呢 是护理学国际方向 真的就比较符合我的需求 你相当于就是说学两年半英语 然后学两年半的这个医疗课程 毕业呢,只要你通过考试 你就能够取得这个护士执照 英语你也是可以就是考级 拿到一定的就是等级证书这样的 等到进入大学以后 我就发现这个世界的门就打开了 之前嘛,并不是特别清楚 这个护士这个行业究竟有多齐全 读当我吧,好像读到大二的时候 学校里面就开始有各个国家的那种项目了 比如说去澳大利亚当护士的项目 去美国当护士项目 去日本当护士项目 后来又听说有个什么去德国当护士的项目 就这种项目 做得你眼花缭乱的 你就不知道你究竟以后你要干什么 反正因为我选的是国际方向嘛 我感觉我就是以后肯定是要出去看看的 每个国家的这些项目 其实我到现在 就是包括我就是现在工作了这么多年 我才发现这个项目 其实就是就是办理护士出国的这些中介公司 跟我们学校的一个合作项目 当然因为我们本来就有处理学国际方向这个专业 他肯定是想把我们这些学生 直送到海外去就业 他自己就是资深也能够提 就提高他的知名度 可以招到更多的学生 这个中介当然他 因为是跟学校合作的 他其实也不能够收取我们过多的佣金 但是他也可以就是通过我们出国 他可以就是从中赚一笔中介费嘛 这个很正常 因为当时的时候什么德国的项目还没有出来嘛 我们基本上我们这边 要么就是英语项目 要么就是这个日语项目 就日语项目这个呢 就跟美国相比起来 他的投资就会少很多 就只需要两万人民币 他也对日语也没有要求 你不像美国 还有口就是托福亚斯那些 那日语他刚开始是对我们完全零要求的 那当时我其实是非常纠结的 因为像我们学那种国际方向的 所有的医疗词汇其实都是有经过系统的训练的 那这个就是你要考英语的这个执照 只要你就是努把力加把劲 其实也并不是特别难 我就在想我当时就是要么我就去美国 争取考一个就是他们那边的注册护士 在那边工作两年看怎么样 我当时那时候才大二嘛 就觉得啊你就现在做准备 等到我大五然后毕业再出去 其实还有很长一段时间嘛 我在想要么我就从大二开始 我就学日语 看能不能就是大五毕业的时候 能不能考个一级 就断断续续的就有开始就是学那个日语 在那个大学的时候可能就一周一节课 或者是到大五的时候集中的训练了一下 但日语真的就特别难 我虽然一周一节课然后上了那么两三年嘛 但是我到最后我的日语 我到我来日本的时候 我还是日语不怎么行 反正你会听但是你不会说 就反正这个状态就懵懵懂懂的 为什么选择日本 因为当时的时候就觉得第一 你要是选英国家 你就只会说英语 我选日本的话 我还可以多选一门语言 而且最重要的是很便宜 就两万人民币 你也不用多大投资 当时就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日本 就觉得一石二鸟 一大早起来 然后发现我耳机有点发烧 一大早呢 准备发烧 烧到了38度8了 我给它物理降温以后 现在就是已经降到了37-38 那它完全没有什么感冒的症状啊 就只是单纯发烧 而且它余网这种也比较多 我感觉有可能是太累了 要么就是它那个蛛牙 引起的这个发烧 但是因为我是在医院上班 医院规定有谁发烧 必须要去上一次发热门诊 所以说今天你等一下还得带我去查一下 有没有感染新冠了这些 其实现在已经好多了 刚刚也吃了早餐 吃了一盒三奶 我还吃了一个蜜猴桃 喝了很多水 但是其他的东西 它就没办法 电视 就是说今天还得带大家去看看 那我之前呢 是跟大家讲到了 我是通过我们大学合作的 中介公司来的日本 那来日本以后呢 我是在这边念了 两年的日语学校 之后呢 就是通过一系列的考试 就取得了日本的这边的护士执照 就正式开始在医院上班 但是上班以后就是有特别多不习惯的地方 没多久我就一直多多转转 就转到了现在这个医院 我现在这个医院是已经没有作为一个护士在上班了 我现在呢是从属海外部 主要负责的院长 理事长的海外行程 还有跟国外的一些各式合作的公司对接 还有就是说我们有很多来自于不同国家的病人 比如说美国 澳大利亚 印度 东南 还有中国 就是这些国家的人的救诊 那不知不觉 我已经在我们县的这医院呢 已经大概快六年了 那以上呢 就是我来日本的全过程了 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 再见 再见了 谢谢大家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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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